小伙伴们 你们平时都是玩国际版还是中文版啊? 我以前只玩中文版 但玩了国际版之后 发现有些功能真香 今天就来说说那些国际版中连人羡慕的功能 第一个 能量度 不对 国际版中应该叫 一律素 是可以对植物蓝使用的 不管冷却多长 有一个直接恢复 要个小推车 一辆长就能激活 不用僵尸触发 这个功能 我有一点儿点羡慕 第三个 加速功能 我几乎是免费的 我竟然还要买约卡才行 太羡慕了 第四个 关卡记忆功能 如果你打到一把 因为有时退出了 不管过多久进游戏 还是可以接着手指的啦 第五个 真实的我的眼睛 比如 光源附近 只要出现 风树仙珠 就会瞬间脱疼 我把僵尸的火 不小心灭了 可以用 火树仙珠 把它点上 还有各种 加速风扇 第六个 尽手指 虽然这么帮有黄瓜 但是要尽手指 露出才非常 非常方便 哪里不要 点哪里 第七个 植物 大部分植物 都可以在地图上 获得的 比如 沙滩上有保龄球 香蕉 生物支撑有榴莲 大力菊等等 还有好多 第八个 新植物 永远都是国际服先处 中文版才慢慢的 一直过来 在10月就想到这些 想起讲讲中文版 有哪些 国际版玩家 有哪些国际版玩家 秀末的功能 有哪些国际版本 有哪些国际版本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